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大的话题叫做经济管理 英语二考的最多的就是这个话题 想10年、11年、14年、15年考的都是经济这个话题 12年考的是管理这个话题 因为英语二是为在职考生设计的一种考试 尤其是工商管理硕士 其他专业其实都是跟风 我们来看两道考题 当然在强化班我们会找更多的考题 2006年6月份六级真题 对于这个部分也被允许了30分钟来写一篇短的议论文 Intitled表示标题式 过去分词短语做定语 就是前面这个essay 出国旅游 旅游这个话题其实是一个经济问题 国家为什么发展旅游是为了挣钱 再次考到很正常 你应该写至少150个词 根据图表 和提纲 这个图表写的是 1995年 2000年和05年 某城市出国旅行的人的数量 1995年 如果这最高的是15万 是吧 最低的是5万 1995年大概比方说1万 是吧 2000年4万 05年大概是比方说12万 再逐步上升 关于旅游这样一个话题 再看第二道考题 03年6月份的六级考题 写一篇议论文 私有占25% 2000年国有占60% 私有占40% 10年国有占20% 私有占80% 也就是国有住房比例在逐渐下降 私有住房比例在逐年猛增 这道题目和房地产有关 房地产也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支柱产业 前两年我们一直想控制 发现好像也不大控制得住 现在也不怎么控制了 关于经济管理 我们来学一些词汇 第一个词 电信产业 电叫做telling communication 表示沟通 用电来沟通 电信 大家旁边写上10 这是10年考题 手机就是电信产业 汽车产业 auto表示自己 mobile表示移动 自己能动汽车 11年考题 房地产业 刚才什么时候 03年6月份的6级考题 real estate industry 发展中国家 developing country 10年昨晚考到了 中国 印度 巴西 亚非拉 属于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 10年也考到了 美国 欧洲 日本 韩国 发达国家 手机入网 这是10年的考题 我们讲过了 全球化 globalization 形容词global 地球村怎么说 叫做global village 地球村 global village 这个词动词叫做globalize z后面加1 globalize 趋于饱和 tent to 倾向于 saturation 饱和 动词是saturate saturate 像10年发达国家 手机用户 就趋于饱和 双刃键 叫做double edge的sword double表示双 edge表示刃 边 出现加个连字符 符和子 sword 宝剑 大宝剑 那么双刃键 这是 我们学几个词 再来看一些词 市场份额 下面讲一些 11年作文用的词 份额叫做share 或者pression 部分品牌 certain brands 国内市场 叫做domestic market 国内的还可以怎么说 Chinese 中国的 或者national 都表示国内的 科技进步 其实经济这个话题 往往和科技进步相关 进步叫做advancement 或者叫做progress 后面加一个 借词等语做定语 科学叫做science 技术叫做technology 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进步 科技进步 技术基础 技术的形容词 technical 技术foundation 动词fund 物质基础 material basis 技术手段 technical means 价格促销 price promotion promotion是名词 动词是promote 我们讲过发展经济 就是promote economy 促进销量 boost sales 这些词都是 这些词都是 20年开始英语二写作 反复考察的一些关键词 一定要掌握拼写 虽然有些可能觉得比较枯燥 因为有些学艺术 学体育的 这些词都平时可能接触的不多 欺诈行为 this honest behavior honest 表示诚实的 this 表示否定 继续盈利 make continuous profits 动词是continuous continuous 形容词 提升形象 reinforce image 工作满意度 这是一二年考题 反正很多人不会写 某公司 a certain company 城镇人口 这是一四年考题 叫做urban population 或者urban dweller dweller表居民 乡村人口 rural population 交通网络 transportation network 那么城市为什么人口多 交通便利 再看高速发达的 形容城市 well developed 交通系统 transportation system 春节假期 这是一五年考题 supreme festival vacation vocation 假期 住房所有权 这是03年 这个六月份的六级考题 住房所有权 住房叫做house 所有权的ownership own边拥有 owner所有者 国有住房 state owned house 私有住房 private houses 家庭收入 family income 经济条件 economic condition 分期付款 可以叫做hier purchase or installment plan 分期付款 经济管理这个话题 我们说过了英语二最上考的话题 要引起高度重视 补贴 贷款 公司 只一二年考题 company一般是小公司 cooperation一般是大公司 但是也不一定 很多小公司发展大了 还是用company 市场经济 market economy 经济全球化 economic globalization 跨国公司 这个词不超纲 multi表示多 大纲前缀 national multi national 可以做名词 跨国公司 私营企业 private enterprise 新东方就是一个私企 enterprise 表示企业 公司 工厂 都可以用这个词 员工 staff 员工还可以怎么说 一二年英语二考到了 personnel impli都表示员工 工作压力 working pressure 这是一二年考察的表达 提高福利待遇 frange benefits 提高福利待遇 像新东方福利待遇就比较好 是吧 我现在讲课的地方 在北京的中关村 中关村广场 寸土寸金 那这个地方旁边 新东方总部两座大楼 这座楼大概得值20个亿 我现在在新东方的南楼 那么 新东方 旁边有好多企业 比方说新浪 百度 百度待遇也不错 百度有什么待遇 百度楼下就是一个宝马店 百度上市那天 几百个员工 去楼下买宝马车 这在新东方来看不算什么 我们关起门说一句话 大家不要外传 我记得是前年寒假 北京新东方 一万个员工 同时收到一些短信 在春节之前 速到总部领福利 当时我兴奋坏了 从来没有收到过这样的短信 我赶快打车过去了 我怕晚了就没了 打车花了三十块钱 到了总部一看堆积如山 五楼 任何公司没有见过这样的福利 红薯 一个人七个红薯 据说新东方我们有一个老朋友 新东方我们一个关系户 交去一块地 大丰收红薯 卖不出去 新东方全部收购了 一个人七个红薯 七万个红薯 把我高兴坏了 我一想这红薯得多值钱 我打车背回价 又花了三十块钱 花了六十块钱 后来去我们家旁边那超市看一下 大概这七个红薯也就 五块钱不到 净赔五十五 后来有些员工就提意见 觉得这不太合适 有些员工是吧 坐公交车 坐地铁背个红薯 感觉民工一样 后来我们新东方从善如流 去年就不发红薯了 去年我们春节又收到一条短信 我现在讲的没有一个字是虚构的 速到总部领福利 我坐公交车去的 四毛钱 回来四毛 花了八毛钱 总部一看堆积如山 我又惊呆了 鸡蛋 北京有一个牌子叫德青园鸡蛋 32枚 45块钱 我坐公交车回家 净赚了44块2 那么这种福利 哪个企业有都没有 于老师经常教导我们 说新东方是一个教育企业 不要整天起脚 课仇回报 于老师常讲 今天得不到的 明天肯定会得到 今年得不到的 明年肯定会得到 这辈子得不到的 下辈子肯定会得到 你得不到的 别人肯定会得到 教育企业就应该有这种品质 这就是新东方精神 我们都不太在乎福利待遇 是吧 我们接着看 吸引外资 吸引叫做attract 投资叫做investment 法律保护叫做legal protection 深远的社会影响 用profound影响叫做impact 社会经济影响 改革开放政策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制度 social security system 我们看一下正在完善 失业 就业叫做employment 前面加否定失业 住房housing 公用基础设施 infrastructure 基础设施 可持续的城市发展 这是14年考题 sustain 动词持续维持 able是个写入词后缀 我写了一本书 叫做十天搞定考验词汇 那么十天搞定考验词汇 有一个附录 就是大纲里面要求的 62个前缀和54个后缀 都有详细的讲解 因为大纲只提供了前缀后缀 只有英文解释 没有中文解释 另外大纲里面还提到了 好多词汇也没有解释 在我的词汇书里面都有讲解 如果你想取得高分 这些前缀后缀一定要备会 不超纲 另外大纲里面还有提到了 88个缩写 25个国家的名字 7大洲的名字 我在我的词汇书里面 也都全部收录进去了 如果想取得高分 最好也看一下 这个词的名词怎么说 叫做sustainability 可持续性 ability也是一个大纲 后缀 表示关系或者能力 可持续的能力 可持续性 2010年英语2翻译的主题词 就是这个词 再看城市化 叫做urbanization 形容词urban 动词urbanize 经济危机 我们刚讲过的 叫financial crisis 那个表示金融危机 经济不景气 叫做recession 或者萧条depression 失业 失业 be employed 失业家具 job lastest month 失业人数 jobless number 找工作 就是就业 seek employment 找工作 最简单的 find a job 像2013年英语一 大作文考 就是考到了就业 找工作者 叫做job seeker 严峻的就业形势 用tough 就业市场 政府做某事的决心 政府叫做government 政府还有一个 叫做authority 这个词比较权威 也可以比较当局 政府 表示权威不可数 当局政府可数 决心 determination 动词determine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我们新闻联播经常听到 适度叫做moderately 副词 形成是moderate 宽松 lose 货币的monetary 名词是money 政策 policy 例行节约 我们习大打一项主张节约 practice economy economy 比较经济 比较节约 税款减免 tax relief 基础设施建设 construction 扩大内需 boost 刺激需求 domestic 刚刚讲过 国内的 比方国产品牌 11年英语二考到了 叫做domestic brand 国产品牌 domestic brand 就业指导 career guidance 经济刺激方案 stimulus package 或者stimulus plan 关于经济的词汇比较多 因为它比较重要 经济结果调整 restructuring 原型是structure 简缘 用downsize 或者cut stuff 积极的财政政策 proactive pro也是个前缀 fiscal 财政的 经济复苏 recovery 动词recover 刺激消费 stimulate consumer spending 像这个2015年 某城市春节期间花销 就是这个词 spending 花销 消费 创造新的就业 generate 创造 就业employment 削减成本 cost cutting 安居工程 现在很多城市 是吧 也对中文都不太懂 是吧 很多城市 就是低价 给一些这个 比方收入比较低的人群 给他们解决住房 comfortable 舒适的 housing project 重建信心 信心的confidence 是07年考研作文的主题词 construction 建设 reconstruction 重建 信心下滑 slump 这些词 阅读 完形翻译 也经常出现 所以需要掌握 刚才我们讲完了 第三个话题 叫做 经济管理 由于事件有限 我们不可能详细展开 再看一下最后一个话题 环境保护 2005年 MBA的真题 在这个部分 你被要求写一篇作文 应该写 多于150个词 整洁的写在答题卡上 十一长假 已经逐步为人们所习惯 它给百姓带来了充足的娱乐 休闲机会 更促进了旅游经济的发展 但是黄金周也带来了 诸如交通压力增大 环保等诸多问题 作为一名普通百姓 请你给政府有关部门 写一封信 提出你关于黄金周的意见和建议 第一 十一节实行了七天长假制度 这叫现状说明 第二 七天假期给社会个人带来了好处 也暴露了一些问题 这叫利弊说明 利就是优点 弊就是缺点 利弊说明 第三 政府应确保相关设施 如交通设施适应 假日活动的需要 这叫建议措施 这道题目叫做提纲作文 三点提纲 关于旅游与环境 05年MBA的考题 十一长假就是个旅游的问题 这道题目在04年之后 变成09年专四考题 考的是旅游是否影响环境 又过两年 变成了11年英语一的考题 还是旅游与环境 几乎原题重考 旅游属于经济这个问题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再看一道考题 09年小作文 建议信 restriction 这个词比较限制 动词restrict 后面是一个定语 关于塑料袋使用的限制 塑料袋叫做plastic bags 在一些地区不是那么成功 地区叫做region 白色污染仍在继续 前面是情景交代 千万不要原具照抄 后面是提纲 写一封信给你们当地报纸的编辑 叫做editor 这叫做制编辑信 一种比较特殊的书信 制编辑信就等于短一轮文 制编辑信等于短一轮文 所以任何一个话题 都可以考成制编辑信 第一点提纲 简要给出你的观点 第二点提纲 提出两到三点建议 建议信 限制塑料袋 为什么会考这道考题 因为08年6月1号 我们国家颁布一个法令 叫做限制塑料袋 6月1号之前塑料袋免费使用 6月之后塑料袋收费 这并不是当年最热门的话题 08年最热门的话题 第一个北京奥运 汶川地震 南方雪灾 三路牛奶 神气上天 都没考 中性话题 关于环保 我们再来学一些词汇 请你务必掌握拼写 这些词 阅读完性翻译 也经常考 第一个 环境保护 环境应该使用形容词形式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如果说保护环境 就是Protect The Environment 如果不知道 请你记一下 保护环境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第二个 提高环保意识 提高叫做Inhance 不能写Improve 还可以写什么词 叫做Cultivate 或者是Increase 都表示提高培养 意识叫做Awareness 还有一个词叫做Sense 也表示意识 Aware 清醒地明白的意识 提高环保意识 我们再看 保持生态平衡 用Maintain Ecological Balance Ecological形容词 名词是Ecology 生态学 当然你用Keep 也可以 Keep Ecological Balance 生态系统 Ecosystem 缩写 自然保护区 Nature Reserve 可持续发展战略 这个词我们刚讲过 九十年代提出来的 所以九九年 两千年考的都是 关于环保的话题 在考验作文当中 宜人的生活环境 叫做Pleasant Environment 节能 Safe Energy 减排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温室叫做Green House 绿房子 这个词可以连起来写 也可以分开写 2003年考研作文考到了 温室化作经不起风雨 气体 Gas 温室气体主要指的是什么 二氧化碳 这就属于举例 二氧化碳 这种气体排放多了 据说全球会升温 地球变成了一个温室 全球变暖 排放Emission 这是我们常说的节能减排 降低资源消耗率 降低Slow down 消耗率 Rate Rate表是绿 消耗Consumption 刚讲过Don't consume 环保产品 Environment Friendly Product 全球变暖 Global Warming 比方给你一个图表反映 最近100年地球在逐渐升温 这不就是环保问题吗 低碳经济 低排放低消耗 清洁可再生能源 清洁的叫做Clean 有一个化妆品 有一个化妆品叫做可灵可立 Clean and Clear 可再生的Renewable New表是新的 RE前缀 可以更新的 能源 Energy Sauces 现在人类主要用什么能源 第一个煤炭 第二个石油 第一不清洁 第二不可再生 地球激烈了几十亿年 人类200年用光 真是一种伟大的动物 当年恐龙统治地球 统治了几亿年才被灭绝 人类统治地球 刚几千年 似乎我们已经看到了 尽头的样子 据说地球已经毁灭了八次 现在面临第九次 也许我们有生之年能赶上 我经常有些奇怪的想法 我觉得宇宙就像一个大海 地球就像一个火柴河 人类就是火柴河里面的小蚂蚁 整天勾心斗脚 我说地球就像一个树叶 飘在大海上 人类是树叶上的小蚂蚁 整天勾心斗脚 一个浪头过来 万劫不复 我经常有些奇怪的想法 比方说我们看蚂蚁 也许有一个巨人在看着我们 七十亿人 在他看起来 就跟一小盒蚂蚁差不多 不再说 核能 叫做Nuclear Energy 这个清洁可散成能源 主的是什么能源 第一个核能 第二个太阳能 那么 比方阳力叫做Solar Calendar Solar Calendar 阴力叫做Lunar Calendar Lunar表示月亮的 中国是按照月亮之类的立法 所以叫做阴力 西方是按照太阳之类的立法 所以叫做阳力 这两个核能太阳能 第一清洁没有污染 第二可以再生 除了核泄漏核爆炸 也没有什么缺点 是吧 再往下看 大功率电气 High Powered Electrical Appliance 电气 二氧化碳刚讲过了 气候变化 Climate Change 环境恶化 这个词应该掌握 毁林 就是乱砍烂伐 森林叫做Forest 第一表示否定 砍伐森林 像花朵叫做Flower 采花大道这么翻译 Dflower 是吧 动词是Deforest Clear Cutting 过度开采 Over表示过度 Exploitation 开发 过度开发 动词是Exploit 水土流失 叫做Oils Erosion Erosion侵蚀流失 动词是Erode 荒漠化 沙漠叫做Desert 动词是Desertify F和面加Y 这是名词 人口增长 Population Growth 14年作文就考虑了这个话题 衍生动物保护 这是99年考题 叫做Wild Life Protection 或者Wild Life Conservation Wild Life这个字本身 就是一个集合名词 表示负数 可以连签地写 也可以分开写 不要写Wild Lives 再看 宾威物种 危险叫做Dinja Indinja动词 加ED形容词 物种是BC 商业捕鱼 Commercial Fishing 这2000年考题 或者Over Fishing 06年考验阅读也考到了 自然灾害 叫做Natural Disaster This表示否定 Est是一个词根 表示星星 星位不正灾难 地震 Earthquake Quake表示震动 Destructive 破坏性的地震 动词是Destroy 根据最新大纲 一个词需要掌握四种词性 明动行复 再往下 沙尘暴 Sandstorm 也对可能没见过 在窝小的时候 北方经常有沙尘暴 沙尘暴 来来之后 天是黄色的 灯管是蓝色的 鼻子里全是沙子 特别爽的一种感觉 可惜你没有体验过 后来我们植树造林 沙尘暴 解决了 雾霾来了 所以 有些人说 还不如沙尘暴的 一年就来两三次 现在天天都有 旱灾 叫做Draught 其中词是Dried 水灾Flood 洪水 再看限期治理 Bring under control 就是治理 在一个限制的时间内 白色污染 White pollution 09年小作文的考题 限制使用 一次性塑料袋 限制用的是Limit 限制还可以用什么词 Bend 或者Prohibit 限制禁止 Disposable 一次性的 动词是Dispose 用完就扔 09年小作文的考题 一次性的筷子 Chopsticks 砍下来的棍子 乱扔垃圾 这是11年英语1的考题 Litter 垃圾叫做Trash 或者Rubbish 扔也可以用Throw 或者Discard 空气污染 叫做Air Pollution 污染主要有三种 Air Pollution Water Pollution 和Noise Pollution 空气污染 水污染 水污染 和噪音污染 那么空气污染 浓度 大家都应该听说 PM2.5 再往下看 汽车 尾气排放 Motor Vehicle 比如机动车 Emission 排放 尾气排放 怎么 这个空气污染 是怎么造成的 城市的空气污染 主要有三个原因 比如说 假设今年给你一个图表 反映这个PM2.5 在逐渐增加 或者逐渐减少 第一个原因 尾气排放 第二个原因 工业粉尘排放 很多工厂 Industrial Dust Discharge 第三个原因 烟尘排放 Soot Emissions 前两年 好像是哪个市的政府 北京市 是吧 说这个 北京市的雾霾怎么来的 主要是居民做饭造成的 是吧 主要有这三个原因 怎么解决 第一个 这都是解决措施啊 安装尾气净化器 形容词是pure 纯洁的 动词是purify 后面加y 净化器 第二个 使用无迁汽油 lead 为何迁 free 大钢后缀 没有迁的汽油 或者enleaded 像洛杉矶几十年前 污染特别厉害 比北京厉害多了 后来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安装尾气净化器 使用无天汽油 现在空气 良好入出了 所以我相信北京 或者我们全国 大概不会有太长时间 还是要乐观 我相信政府 最多50年之内就能解决 或者10年之内就能解决 我们先把它早点解决 电动汽车 electric car 多使用天然气汽车 gas filled car 或者小排量汽车 这都是解决 尾气排放的措施 怎么解决烟尘排放 少用矿物燃料 fossil fuel 矿物燃料 包括煤炭石油 是吧 天然气 这都是矿物燃料 刚才我们讲完了 环境保护这个热点 我们英语二写作基础班 第一节课到此为止 我们重点讲的是 考研写作 话题词汇 我们讲了四大必考话题 第一个社会热点 社会热点 我们又讲了四个热点 第一个健康 第二个两代关系 第三个职业道德 第四个爱心 那么第二个话题 我们讲了教育文化 又讲了教育和流行文化 然后讲了经济管理 讲了这个环境保护 所以大的话题是四个 小的话题是八个 另外每一个话题 我们讲了一些核心的词汇 由于时间有限 我们没有法详细展开 那么希望大家回去之后 把我们这节课的内容消化掉 讲的每一个词汇 认识是不行的 要掌握拼写 比方说你把它抄在本上 左边是中文 右边你能写对英文 写对一个字母都不要差 因为这些词汇 有可能今天上了考场 作为主题词 关键词出现 那么 另外我们也简单讲了一下 审题的问题 当然关于审题这个问题 我们强化班会详细讲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我们的第二节课 第二节课 我们重点去讲 考研写作的 四十五大钻石巨型 谢谢大家 再见